新北市纪录片总指教育营开办三年来 总计有73校201人参加 今年受训的教师们更扩大视野 影片体材相当的丰富 除了校园内的人事物 还扩及环保、人文、社会还有运动等议题 有受训老师所完成的十部影片各有特色 而其中还有全程以手机拍摄剪辑完成的作品 相当的不容易 由新北市新闻局与教育局合作开办的 新北市纪录片总指教育营 日前在大关国中举行结业分享会 新北市新闻局副局长谢力兰表示 纪录片总指教育营开办三年来 总计有73校201人参加 今年的作品题材更为丰富 除了校园内的人事物外 更走出校门拍摄社会运动和公共安全等议题 题材比以往更为丰盛 除了说校园里面的各项精彩的一些人事地的一些记录之外 老师教学的相关的记录之外 然后今年特别我们也迈入社区迈入社会 从观察一些社会运动 还有观察一些社区的一些环境地理 以及一些人文特色都是成为今年格局更大 素材更为丰富 那导演的片子更为精彩 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敬怡则指出 种子教育营让老师学会用影像带领孩子学习与观察 而这样的影像教育已经逐渐扎根 期盼未来这些种子开花结果 也让孩子们各个有机会成为纪录片导演 这样的一个种子已经深埋藏在我们的老师当中 未来我们希望不管是透过社团或课程 我们持续地把这样纪录片向下扎根 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有机会来看纪录片 拍纪录片学纪录片 今年的纪录片种子教育营课程 从3月份起到9月份 最后由10校23名老师完成10部精彩影片 包括深坑国小周明胜校长宇成瑞玲 等4位老师拍摄的Gosha na Yankee 三光国小长大了一点的夏天 中平国中的金土等等 其中最特别的是 音歌国中打目光的阿兵哥这支影片 全程以手机拍摄剪辑完成 参与制作的陈辰飞老师就说 过程的艰辛曾让他一度想要放弃 一直去try 然后就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可以用的 然后就从中间再包括上课 我们在学的一些技巧 然后就把它用上去这样子 但是因为真的花很多时间 所以是有一度想要放弃 不过最后能看到自己完成的纪录片作品 大大的成就感早已跨越所有辛苦 而10部作品中最获好评的是 陆江国中的《多多造访》 参与制作的邓丽群老师 本身就是影片主角之一 他说因为自己也要入记 让他尴尬万分 一直都很喜欢有在拍 但是呢没有专业的导演们知道 所以这次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这10部精彩作品将从11月6号起 每周五晚上9点 在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 第三频道播出 欢迎民众锁定收看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